或是說一加一 一定要是大於你本來的 那個你本來的一 類似就是人生 你應該要一直是往正向的去想 正向的去過日子 那我只是希望它 永遠都非常的快樂 一定要活得人生很精彩 因為精彩不一定就是說 我們要賺很多的錢 或是我們要有很高的名望 都不是 就怎麼樣讓你感覺 內內在在就是說 你實在覺得說自己非常的幸福 我覺得媽媽講的話真的是很感人 可是君寧媽媽真的很 很會講這一些大道理 真的 而且她不是只是講道理 她常常會做給 就是她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伸腳 會真的讓你覺得就是這樣子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 譬如說她想念書 她就49歲去念了個碩士 47歲 47歲去念了一個碩士 對 這麼就是很正面的人 然後她很有動力 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是 就是看待很多事情 你都會覺得沒關係 就是我們用正面的思考去想 就會過去 在你演藝圈有沒有比較挫折的時候 你那時候會回家跟媽媽哭嗎 其實以前比較會 但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反而比較嘗試自己收起來 因為我不會想讓媽媽 就是去擔心這個東西 因為她進演藝圈 已經有太多事情 她會先有很多擔心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我再讓你都知道這些事情 你一定會覺得 就叫你不要進去 或者是就擔心你怎麼樣 但是那個時候我有用她的力量 就是用正面思考 去過那一些不快樂的事情 我覺得母女倆的思考 真的都是正面的 但是妳會不會有壓力 因為媽媽是知名的作家 會嗎 還是不會 其實不會 我覺得壓力不會 對 好好奇 你們兩個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稱呼 譬如說 我媽就是作家 我媽作家正如情 沒有 我女兒是張君寧 你們會這樣子嗎 還好 我覺得反而是 都不會刻意去提 都不會 為什麼 這麼低調 對 我從來在外人面前 除非說已經知道我的家庭背景 我家裡出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女兒之外 其實我在外面 我從來不會提 為什麼 這麼光榮的事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特別好聽 我從來上課 我從來不會提說 我家裡有這樣的女兒 其實如果說要吸引學生 跟他們很乖的來聽課 應該講這些 有一點影藝圈的事情 讓他們提審對不對 可是我還是不會 我從來不講這些 但是很有趣就是說 因為我有個習慣 每次到了一學期的最後一堂課 我通常就問同學們說 你們學期已經是最後一堂課 有沒有什麼可以給老師意見 就是可以我們來 改進下學期的課程 或是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盡量的來提 這時候就會有同學 總是每學期都會有同學 就會舉手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問妳一個問題 我說妳請說 他說請問妳的女兒 是不是某... 這樣全班都知道了 這時候我就不必再迴避了 我說是 我家是有這麼樣的一個女兒 那個時候就承認了對不對 對 那時候我就會承認 但是我從來不會刻意去提 因為上課我也從來不講這些的 老師妳的這一點想法觀念好怪 如果我是妳 我當然要提 我女兒張君寧這麼漂亮 幹嘛不提啊 沒有 人家會這樣提的話 人家會認為說 這個老師是來上課 還是要來炫耀自己的女兒的呢 對不對 很多事情順情自然 人家知道了 我就提 如果人家不問的話 我覺得這她也沒什麼 因為在我心目中 她就是只是我的女兒而已 譬如說包括我寫這一本書 很多人都問我說 她是妳女兒 所以妳有很多事情可以寫 我說不是這樣 如果今天她不是張君寧 她張某某 我寫出來的東西還是一樣 我不會因為是我的女兒 我特別去要強調某一點 不會的 所以君寧也不會講說 我媽是作家 鄭如晴 那個知名作家 妳的班也不會這樣 但是別人如果知道了 我的父母在做什麼時候 我會 就心裡還是會暗暗得以覺得 好好喔 他們就是他們這麼有名 或者是做的事情 竊喜 對 會覺得很以他們為榮這樣子 但不會刻意去提 好 所以你們兩姐妹 都是在德國出生的 上次你來節目的時候 還現場考了你一段德文 真是不得了呢 老媽 她德文真的不錯嗎 沒有啦 她其實都忘得 以前比較不錯 忘得一乾二淨 忘得一乾二淨 對 姐姐在幼稚園的時候 她還上過兩年的幼稚園 那時候人家打電話到家裡來 都會覺得說 好像打錯電話 因為打到德國家庭 小孩學得很快 可是後來姐姐回來不再講了 我記得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還很勉強要他們兩個人 繼續跟我用德文交談 可是有一天他們 從幼稚園回來以後 就跟我說 媽媽 我們再也不說這種話了 因為現在沒有人 再講這種話 後來我就只好放棄 因為那環境不一樣真的就... 那兩位現在偶爾 又會德文對話是OK的嗎 就很少講 只有在 就是可能在外面 然後有一些時候 不想要讓外人知道 我們在說說 真的嗎 我們沒在聽... 那兩位讓我們聽一下德文 對 我沒在聽 沒在主音 那德文其實忘了也差不多了 對啊 後來大學之後 再回來學 但是因為大學 那時候學了三年左右 然後可是後來又用英文比較多 所以就會壓掉一些 你看 鄭老師 你的女兒真的很棒 她讀法律跑去演戲 然後廣告代言這麼多 而且她現在人氣這麼高 上一次來她還配音耶 以前好像... 我好像有聽過 有人嫌她口條不好 不是嗎 對啊 所以她去配音的時候 兩個都來高去 她都嚇一跳 那我嚇一跳 妳可以配音嗎 不過我那時候 馬上想到一個正面的 就很好啊 如果你比較弱的地方 你去練習了 你去改進 反而可以讓你更提升也不錯 就有這樣子的意義在裡面 那時候我還要抓她去看中文版 就我配完的 因為之前的那個 我們在家 我先放了英文版給她看 所以我要去配這個 中文版的時候 我就請她去看手印 結果看完的時候她就說 有進步喔 不錯 我就覺得還滿開心的 好 我真的要請妳配一段 妳媽媽的書裡面 我最愛的就是這一段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弱點 然後至上 這應該是姊姊張瑩講的 姊姊說是不是 她說她從小就是數學白痴 但真的很慶幸 當初沒有被逼著去念高中 因為媽媽一直很支持我 而且陪我做了選擇 這個姊姊主要是在講說 就是數學不好 但是媽媽就會鼓勵 可是妳國文很好啊 但是妳什麼什麼語文很好啊 從另外一個方面去鼓勵妳啊 然後她又鼓勵妳說 妳去配音啊 誰說妳口條不好 妳要過那一關妳就過了 就來配個音吧 好意思 就來朗読一下媽媽的書吧 就當作妳現在在配音吧 我從小就是數學白痴 真的很慶幸 當初沒有被逼著去念高中 媽媽一直很鼓勵我 並且陪我做選擇 因為她的求學經驗 也有類似的切身之痛 所以特別能夠感同身受 記得有一次數學考 考了一個自己也不好意思 說出口的分數 媽媽憂求地看了成績單一眼 接著她抬起頭笑著對我說 我們一起想想 妳最喜歡什麼科目啊 數學考不好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她的陪伴和堅持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 我可能被成績壓垮 變成憤世忌俗 或者是叛逆的少女 她的教育方式讓我更明白 人生的路 不是只有一條可以選擇 我就是整本書 我好喜歡好喜歡這一段 真的是太好了 因為媽媽提到了一些教育方式 今天這一對母女還真是可愛 進一段廣告 她媽媽是作家 還有她的女兒是個明星 繼續鎖定 有一個遊戲叫做 虎姑婆 到底什麼東西啊 這是你們母女之間的秘密是不是 對 那是我小時候 為她們發明的遊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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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